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 你们好 神秘之夜踏入2017年 已经是第十周年 十年来我很多谢各位热心的听众支持这个节目 我决定神秘之夜开始收月费 这个决定主要的目的不是一定要收很多月费 而是最重要是令到希望大家支持神秘之夜的听众 他们获尽勉力交月费时 令到整个平台交月费的听众数目增加 除此之外 我在此多谢大家 这十年来都给予神秘之夜一个很大的鼓励 以及给予我们很多意见 令到我们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有更多灵感去改善或者提高这个节目的质素 多谢大家 Hello 大家好 现在毓文这个款式究竟是像学生还是像老师 我是做过很久的老师 也做过学生 但是现在看到立法会乱到这样 而且现在多了这么多新人 其实这些都是学生来的 但是他们又不求甚解 现在一直在拿议事规则出来说 议事规则是什么也不知道 现在有些人说三权分立已经被破坏了 我们捍卫三权分立 有些人说我们捍卫议会主权 说一大堆这些东西 其实应该放下思愿成券 买一本书看看 这本书叫做 《比橡皮图章更不堪》 《立法会崩坏实陆》 是小弟去年出版的一本书 将我过去这么多年在立法会 从事议会工作 对议会的观察 和自己亲身体验的东西 根据一些基本的理念 和我们自己一路所相信的理念 这本书全部齐了 所以大家一会看看目录就知道 你们今时今日大家讨论得很热烈的那些 这本书全部都说了 《三权分立的迷思》 这是第一章 第二章是《立法会职能废治》 第三章是《议会尊严谁破坏》 第四章是《议员利益谁监察》 第五章是《二灾所谓否决权》 第六章是《黄毓民对曾玉成》 接着有很多附录 这本书是很值得 在立法会这一班新轨 甚至扑花活做了很久的议员的朋友 就是人手一本 当然他们对我有意见 他们不会买这本书来看的 偷偷地看 然后学一下也好 对不对 不过对于我们的支持者 或者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 还没买这本书的 就大陆有 对不对 因为你买了这本书 回去看了之后 你就更加 就是对整个议会了解 比较深入 然后你在网上打飞机的时候 打完才会中 对不对 好过在乱说 对不对 所以希望大家买一本看看 这段片出了街 那大家如果like了之后 那你就cap了头 回来给我们 每本书就原价八折 兼送签名 对不对 那希望大家看完这段片 就买这本书 或者买这本书 送给那些立法会的助理 你认识他那些 对不对 甚至乎给其他人看一下 这次借立法会 崩坏到这样 我想起这本书 第二版 我们卖了一半左右 对不对 第一版就卖了 所以希望大家就光顺 对不对 现在我们要卖书 我们现在是商业运作 那另外这本呢 公投制宪的运动虽然失败 论述仍然有它存在的价值 你看到现在的偽港独 招头难押 你就知道 香港的前途 就真的要公投制宪 多谢大家 Hello 大家好 今天就是2017年的3月6日 动品踢爆Facebook Live 就在我们的直播室里做好 今天我要说什么呢 就是每年到了3月初 北京两会 即是人大政协 就开会了 那些渣鞋仔说 灌溉满精华 香港就私人读潮水 那些奴才 那些奴才 那些奴才的奴才 全部都涌上去 香港呢 每年在这个3月份 3月初 立法会就很麻烦 因为有一群人大代表 港区人大和全国政协委员 就要去北京开会 那他们就不知道 是 知道哪个工资 是吧 你在立法会 你是香港的议员 是吧 3月初 你就涌在上面两个礼拜 那两个礼拜做什么呢 大家看看这些电视的转播 你就看到了 每个人坐在那里听训 是吧 即是不会吵架的 大陆开两会 无论开政协 开人大 都不会吵架的 行礼如宜 那些领导人在那里读报告 你就在那里听训 接着小组讨论 港区人大 也有港区人大那些小组会议 全国政协也有 香港有一群这些政协委员 一群这些人大代表 三十几个人大代表 全部都是这个选委来的 政协有大多数也是选委 上去就听训 每年都是这样 然后在香港的立法会 几乎是停摆的 是吧 这就是非常荒谬的一件事 我在立法会 整天都在这些人 你究竟是服务香港人 还是想去北京做奴才 或者做奴才的奴才 还有 你听训不要紧 还要胡假虎威 恐吓香港人 这个谭慧珠 我把它列为香港的赤人榜 是吧 其他那些陆续有来的 香港就不知为何 很不幸 有一群那些人 港英旧电池 例如范徐丽泰 譚惠珠 之流 他转了态 由亲英变了亲共 然后人大常委 也可以做 人大代表也可以做 不知 都是假存圣子也好 胡假虎威也好 就说北京的领导人 说什么 接着来恐吓香港人 今次也是 今天范徐丽泰 也好 这两位老人家 我们不要叫他们老妖妇 两个都是贱人 很简单 你想想 当时是港英九电池 当时是亲英的时候 满口英文 看不起这些香港的中国人 现在出入北京人民大会堂 回到香港 恐吓香港人胡家虎威 这些是表表者 他今天传了什么话 他说人大委员长张德光 在出席港区人大小组座谈的时候 警告香港 香港现在越来越不像 深圳两年后就会追上香港 深圳追上香港的什么 我都拼了 人均收入GDP的平均 又不会比香港更多 现在深圳经济起飞了 那些地方有千多二千万人口 那些地方 而且是高速经济发展的 但是 你法制是不健全 公义不将 这些你不说 好了 接着 这些妖妇 恐吓香港人 还说 这个特首选举 中央有权过问 你何止过问 你现在实际上控制香港 这个所谓小圆子选举 是吧 说这些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 你不说柔自可 说了之后 香港人更流行 是吧 这些奴才听完分之后 就来香港 或者在北京里面 通过这个传媒 去动吓香港人 非常过分 香港人有什么办法 现在香港你看到 喂 大哥 就是 看看什么时候接埋 对吧 喂 七警 明明是知法犯法 罪加一等 有很多人支持他 接着可以帮他筹了几千万 还有一些阔子 在这些钱 喂 你有时看到 当然我也很同情他们 这些是维稳费 对吧 黑警警黑 我也不知怎样 是吧 是吧 你在全国人大都不说这些 政治意识形态挂帅 香港不要搞分离主义 不要搞港独 是吧 不要浪费时间 在其他地方搞到政治化 应该用点心思 加速经济发展 这些全部都是废话 是吧 如果你让香港真真正正可以自主 自治 是吧 那香港一定是 经济非常龐般 可以告诉你 现在就是因为有共产党的黑手 现在黑手就变成白手 是吧 名利干预香港 接着有一群奴才 和奴才的奴才 是吧 胡假虎威 欺压香港人 是吧 但香港人 好像都很消极退宿 认命 我们都没有说话 所以我们只能鼓旗如勇 是吧 还有一口气 我们都会对这些奴才的奴才 是吧 和共匪口诛不乏 是吧 是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